像我以前就是都不知道原來流感 一年後要再繼續施打 然後我當時只是因為身邊太多朋友感冒 然後我很怕會影響到自己的工作 所以這時候去打了 然後我不知道就是每年要打 就隔一年剛好爆發那個H1N1 然後我就想說我有打我應該很安全 結果後來我就突然感冒 然後那時候我也覺得我應該只是一般感冒 不是H1N1 但是就是一直不好 因為那時候新聞就是一直爆說有很多人死掉 什麼就很嚴重這樣 然後我就很害怕 然後我就去醫院做那個篩檢 結果我真的是H1N1 然後醫生就說你從今天開始要隔離 然後我就說是到醫院隔離 每次到新聞都說病人就要去醫院隔離 就與世隔絕不能見任何這樣 然後我想說天啊太可怕 我居然是電影裡面的那個人 就是電影不是這麼演說要被隔離就很可怕 然後好像覺得全身都要穿護具的感覺 然後我就很緊張 我就跟醫生說所以我現在被抓去醫院了嗎 然後醫生說沒事你只要在家自我隔離 就好就不要出去傳染給別人 然後還要吃藥 然後那個藥都還會有幻覺 家裡的遙控器它都會變得很肥 就是我就會有很多幻覺 反正那時候我就覺得天啊 我居然是得過H1N1的人 但後來就因為自我隔離十幾天 我就那十幾天都待在家不工作 然後帶在家自我隔離 跟家人都保持距離 然後就乖乖吃醫生給藥就好了 我今天會分享兩種疫苗 一個叫狂犬病 另外一個叫破傷風 破傷風嚴格講它不是疫苗 它是一個類毒素 這兩個疾病其實在台灣已經非常非常多年 其實已經沒有看到太多病例 狂犬病例在台灣已經 人體的感染病例已經絕近很多年了 破傷風這幾年大概是偶發病例 那為什麼我今天要講這兩個疫苗 破傷風是在急診室醫師 被詢問的最多的 那破傷風的類毒素 它是在急診室醫師被使用的最多的 狂犬病大家為什麼會詢問 大家都知道我們養貓養狗 在路上被流浪動物 或是野生動物咬到之後 大家都很擔心有狂犬病 要不要擔心確實要擔心 為什麼 因為到目前為止的很多文獻 狂犬病一旦被感染 一旦被感染 死亡率近乎百分之百 它確實很可怕 它確實很可怕 可是這個其實也要歸功於 我們台灣的公共衛生做得很好 其實台灣已經非常非常多年 其實已經沒有狂犬病的真實個案了 所以曾經有一度 我們以為是狂犬病在台灣 已經除疫了絕疾了 可是很不幸的 大概在2012 13年左右 我們在花東地區 在死亡的一些野生動物 六環 六環 六環身上 就被分離出這種狂犬病的病毒 所以我們疾病管制署 就重新制定了一個 狂犬病疫苗的施打的條件 基本上如果你被野生動物 或是你在某一些地區 被野生動物 冰咬 尤其是傷口是很髒 身傷口的話 它需要打狂犬病疫苗 它是有條件施打的 可是我們狂犬病疫苗 它並不是每一間醫院都有 基本上你符個條件的話 醫生會把你轉介到 有這個疫苗的醫院 可是民眾會很擔心 通常被家裡的貓犬 叮咬 會抓傷咬傷 他說醫生你為什麼不幫我 打狂犬病疫苗 所以基本上如果是 加犬加貓的話 基本上不一定每個都要施打 原住民也沒聽過有得到這種病 原住民到處跑上去 他們去打滅啊 最有可能是他們 對 結果也沒聽到 如果被野生動物 我剛剛講過幼歡 白地心 跌腹 被這種是叮咬的 尤其傷口剛才很深的話 基本上是建議施打的 是建議施打的 那在台北市有這種 疫苗或者是免疫球蛋白的醫院 其實不見得很多 反而是花東地區的醫院 大部分都配置 因為其實也就是因為 也生動物的關係 疫情關係 那另外一個就是破傷風 破傷風坦白說 我並沒有見過這種疾病 剛剛講破傷風這幾年 我們台灣的公共就說好 破傷風其實沒有絕疾 破傷風其實每年還是有確診病例 是有 可是大部分的醫師都沒有見過破傷 因為他的案例非常非常少 他是歐發困難 我們是聽破傷風 但沒有看過真正不動 對 破傷風在我們的教科書裡面 我不知道這邊有多少醫師看過 或許都沒有 因為這種案例非常非常少 可是書上的描述非常可怕 病患被感染之後 他的肌肉會僵止 牙關緊臂 牙關緊臂同時 他會露出一個可怕的笑容 我如果做一個破傷風 書上的表情就是 牙關緊臂 就這種樣子 這是初期症狀 那後期更嚴重 全身的腳功 我們叫腳功板張 對 破傷風的死亡率 有些報道也近乎五成 近乎五成 可是我們現在破傷風 破傷風是一個比較容易預防 破傷風沒有絕疾 破傷風感染在我們環境還是有 有了 所以很多我們在有外傷傷口的病患 我們到今天是傷口處理完之後 我們就建議打破傷風的類毒素 很多病人說醫生我不用打吧 我說你這個還是要打 可能還是有可能會被感染 基本上破傷風 我們雖然小的時候我們打過 三合一 五合一 很多人是有抗鐵的 可是如果你十年沒有被感染過 它的抗鐵的保護力 它的記憶會喪失 它的保護力會下降 所以基本上如果十年你沒有被感染過 應該是主動追加的 就算沒有傷口也應該主動追加的 可是大家如果沒有這種主動追加的習慣的話 基本上如果你有傷口 近五年沒有再打過的話 醫生基本上就會建議 要打破傷風的 大家可能會把它當疫苗 其實我們叫類毒素 很多人覺得說它不會這麼倒楣 幹嘛再癌症 因為破傷風打完之後又不能揉 而且會相當痠痛 相當痠痛 所以很多人就拒絕打 好 我們接著講的一個子宮頸癌疫苗 這個是這兩年比較夯的一個問題 子宮頸癌是少數幾個 跟病毒感染有關的癌症 然後大概在這十幾年前 藥廠就慢慢發展 已經發展出這樣的疫苗 所以說現在變成 而且這個子宮頸癌疫苗 也很好玩 它不只可以預防子宮頸癌 很多癌症都可以預防 男生的癌症 男生也可以打 女生也可以打 它像什麼子宮頸癌 陰道癌 外陰癌 大門癌 或男生的什麼陰莖癌 甚至像 都可以打這個疫苗 煙頭癌也都可以預防 子宮頸癌疫苗 又跟我們說的流感疫苗 這些不一樣 它的疫苗防護力很好 目前認為可以保護到 所以最早一批打到現在應該是 十一二年 四架 現在最新有九架 有九架 九架是去年發展出來的 我們再提一下 四架疫苗大概可以預防 七成的子宮頸癌 因為我們說的 乳酷病毒 其實很好笑 乳酷病毒 感染了 什麼病都會發生 女生像 蔡花也有可能 像那個年輕女生去打 你會建議她打幾架 當然如果 九架的人 九架可能九架貴 越高越好 九架貴 對 可是我想問已經打過了 所以還要再去打九架嗎 目前你四架 其實你已經可以預防 大概七成多的子宮頸癌 然後也可以預防 像四架也可以預防 蔡花病毒 所以基本上 目前沒有概念認為說 一定要再追加九架 事實上這樣保護已經夠了 這個要自費還是 要自費 像有些國中生 像有些縣市 有些用公共衛生的預算去支付 像金門啊 好像金門酒廠那些 錢都很多 他們有些高國一的女生可以打 雖然是建議 有的人問我說 其實我們只有一些熟女過來 大概四十幾歲 剩五十幾歲 他們說要打 我說也可以打 只是說保護力沒有年輕女生那麼好 尤其沒有性行為的女生 打她的防護力效果越好 我自己就是 因為我第一胎生完以後 就是婦男科醫師都會講說 那個半年要來回來 子宮頸抹片檢查嘛 結果第一次檢查的時候都沒問題 結果第二次的時候 就發現有癌前病變 就是她說抹片異常 我那時候不知道抹片異常什麼意思 然後後來她就叫我去大醫院 在復檢的時候 就發現有那個癌前病變 那我就問她說 那什麼叫癌前病變 她說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這樣放得不管下去呢 你就是大概 那我現在該怎麼辦 我就很緊張 我就很緊張 然後她說 那首先你要先切片嘛 看她那個病毒到底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檢查 然後她還是建議我要打子宮頸抹疫苗 我就說 可是我都已經感染了病毒了 那我這樣打還有用嗎 她說 只有你得這個病毒 是沒有辦法防護的 因為你已經有 已經得到了嘛 所以 可是還是可以防護其他的 其他的病毒 所以我那時候就打 結果我打完以後 有一個很奇怪的症狀 我打第一次沒事 第二次沒事 到第三季 因為她第一季到第二季要隔兩個月 二到三要隔四個月 結果打到第三季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隔天啊 我打了這一塊 腫起來了 硬硬的 然後 再隔兩天我發現它 紅色這麼一大塊 然後我想說 前往沒被人家打到 後來就趕快問醫院的護士 他就跟我講說 那個我幫你問問卡因子 後來醫師說 這有可能是 是嗎 局部感應 對 局部感應還是有一些 子宮頸抹疫 疫苗還是有一些副作用 在日本曾經發生過 比較嚴重 只要失去知覺 這種問題 不過這個是非常少 非常非常少 那局部有一些紅腫 這個是有可能的 不過大家回到 朱欣妍剛剛提的 其實這個概念很對啦 有人會問說 我已經子宮頸 前期病變了 還需不需要打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事實上 我們的疫苗是一個 預防性的非治療性 可是我們知道 人類乳突病毒有200型 有200種 其中只有96種 會感染人類 那磁咒其中 最嚴重的型 16、18 這個佔於七成的癌症 那你如果 你癌前期病變 你打了 你可以 預防其他的感染 可是你對於 你原來的病毒的情處 還是有幫助 別忘了訂閱我們 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 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還 polish 你把它変成 和你們 我們會 你 怎麼 yeon